大家好 我是黃家瑋 歡迎收看荊州最前線三立搶先看 最近在金融圈最火熱的話題 就屬被封為三角鏈的星光晶爭奪戰 這場睽違多時的搶親大戰 就由台新晶跟中信晶兩大金控 來擔綱主角要來爭奪的就是星光晶 包括台新晶率先出招 提出了換股合併 不過中信晶隨即提出了 更高的公開收購價 讓這場競爭增添了戲劇性 到底誰能夠在這場角力當中 勝出對台灣的金融業版圖 又會產生什麼樣深遠的影響 來看看兩大男主角 也就是吳東亮加上了孤仲亮 將正面來碰上 從時辰來看 未來兩個人將要決戰93天之後 答案就會正式揭曉 好 接下來我們首先話說從頭 從這條新興病之路 吳家的兄弟可是走了22年之久 首先首度提出的時間點落在了2002年 當年包括吳東亮跟大哥 也就是星光晶的創辦人吳東晶 原本就已經決定台新晶跟星光晶要合併 但是因為這個星光晶的子公司 也就是星光人壽 需要增提準備金以及減增資 因此暫停 接下來是直到了2020年才又再度提出 但當然從一個時間點又再度卡關 接下來直到最近的2024年終於有大進展 也就是若在上週的8月22號 台新晶跟星光晶 董事會都通過了合併案 但是隔天隨即的就是中信晶 卻召開了臨時的董事會 決定以股票搭配現金 公開來收購星光晶 這等同於這個八點檔般的轉折 也引發了這個三大金控 他們的股價有了大幅度的波動 因此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請教 金周刊的傳書委員梁認為 這場金融的搶金大戰 包括了台新晶 中信晶 兩大金控要爭奪星光晶 據說要決戰93天才會有結果 這當中混雜著股東的風向 籌碼以及輿論的攻防 那麼最後到底怎麼發展 以及哪一種劇本它的機率最高呢 自從本週一 中信晶控正式向金管會遞交了 這個公開收購申請書之後 這場搶親大戰也算正式開打 從本週一開始送進去之後 其實中信晶面臨到的第一個時間點是 金管會會不會在15天之內 核准這項收購案 那相較之下 台新晶跟星光晶 他們也已經準備在10月9號的時候 舉行股東臨時會 要來表決兩家公司的合併案 這形成台灣金融史上首件就是 兩家金控分鏡合集 都是要來爭奪星光晶的 這個合併的這個戲碼 那我們推算呢 如果最長的時間點 可能會演變到11月27號 就是所謂中信金它公開收購的期限 這個補值天 那如果在10月27號 中信金它順利收購51%的星光晶之後 其實這將改變了台灣的金融圈的版圖 因為中信金將可能一要成為台灣最大的金控 那如果是台新晶它在10月9號的 股東臨時會通過之後呢 它與星光晶的合併呢 也將順勢的走下去 藉此呢 台新晶的這個市戰呢 也有可能從後端往前移到台灣第四大金控 那究竟這個劇情會怎麼樣發展呢 其實是還有非常多變數 這起爭奪戰最慢三個月後呢 就會答案揭曉 未來的發展不僅是兩大金控的角力 更是台灣金融改革的試金石 現在市場也很關注啊 整起效應會不會引發金融業的整併潮 我們要從三個主角的總資產排行來看 好 其中比較往前的 這是中信金大概以8.5兆排名在第三 而星光晶大概以5.1兆排名在第五 台信金的部分呢 則是排在10名之外 以3.2兆排名在第13 因此一邊可以說是小吃大 另外一邊是第三名來並後斷斑 因此如果是新興病的話 剛剛提到了總資產 在岳升來到了第四名 而如果是中興病 將從原本的第三名 躍升第一成為了龍頭 就有專家認為呢 這整個結果會對台灣的金融業 產生深遠的影響 而政府的態度也非常重要 我們接下來要再來請教撰尾了 不論最後到底誰拿下 對雙方來說一定認為要有利可圖 最後如果成功能夠呢 得手星光晶的新買家 從目前的發展來看 到底是吞得大補完 還是物財前坑呢 撰尾 事實上星光人獸 它是台灣的老牌的壽險公司 事實上它有非常多保護 以及業務員 那這個對於新的買家來講 當然是非常大的利多 但是呢 大家也都知道 因為新獸呢 它長期有背負著 這個高利率保單的包袱 所以呢其實也一直面臨 這個資本市足力不足 然後甚至要爭支的這個難關 那對於新買家來講呢 它首當其衝 它第一個要合併之後 面對的問題就是要爭支 那外界初估呢 這個爭支至少是1000億元起跳 那這個數字 其實這一兩年來 其實不論對於任何一個 有意合併新光晶的買方來講呢 其實都是一個迫在眉睫的難題 好 謝謝專門的分享 以上就是本週的 荊州最前線三立搶先看 我們再會